我们要产生身体旋转值的加速 或者是我要让身体产生旋转度 我们这个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先得让自己转起来 其次我要让它转得快一点 转得更准确一点 这是两件事情 但是产生这两件事情的部位 它是一致的 部位是一致的 在我们的身体上 一共它有三个位置 是产生旋转度最最最重要的 大家要把它记录下来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拿什么东西转 因为我从这个方向转到那个方向 这个是步伐的转度 我用跟掌的脚法 或者我用掌根的脚法 这个是技术 这个是技术 至于我怎么转过来的 这个是身体能力的事情 不管你跳摩登舞 跳芭蕾舞 跳现代舞 它的旋转 它都有同样的旋转规律 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运用 基本上每个舞蹈 舞种它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只是转度可能不一样 然后用的脚法不一样 用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旋转的动力的来源 几乎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部位是你的足部 足就是你的脚 但有些同学说我是用脚掌 有些同学写的是脚掌 那有些同学写的是拳脚 有些同学写的是脚跟 对吗 都是对的 这个是根据你每一个步伐 不同的身高 它是深的 还是这样的 还是脚跟转 还是脚掌转 根据你的不同的动作 产生足早点的旋转 足早点是什么意思 当然你最好把它记成足早点 就是足部接触地板的部位 足 着 点 看看你们能不能把舌头留清楚 足是足部的足 着是着力的意思 点是着力点的意思 是足部接触地板的部位 我们称之为足早点 那在我们的摩登5中 它的足早点有很多 有很多 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脚掌 当你的人在高位的时候 我的升起来的时候 在高位产生旋转的时候 它的足早点是脚掌 那你就在脚掌的位置上产生力点 那如果说我是在没有升降的情况下 我是在平脚的位置上 没有升也没有降的情况下 我的足早点是拳脚 足早点是拳脚在地上 那如果我在完成脚跟转的时候 Hilton 我们在完成足跟转的时候 在足跟转的时候 那我们产生的是脚后跟位置的足早点 所以脚掌也好 拳脚也好 脚后跟也好 这三个位置我们称之为足部 我们把它规整成足部 所以足部脚下的整个力量 是我产生旋转度最重要的一个部位 大家要理解一下 这个足部的旋转 它跟身体的旋转方向产生同步性 我再说一次 每一个我产生的部位 它跟身体的整个旋转面 它都有一些连带关系 那足部就是脚下的整个旋转 它会跟我的身体的转动方向 产生同向方向 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的整个旋转方向 要向左侧去旋转的时候 那我的脚的足早点的位置 也是踩地板的力量 也是去左侧产生旋转 这个是一个同向方向 这是同向方向 那比如说我的身体 想要向右侧去旋转的时候 我的整个脚下的足早点 也是推动地板以后 向同一个方向去产生旋转 这个叫足早点 和身体的旋转方向一致 或者是当我们后退移动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是什么 是腹骨钩 那腹骨钩 它你看一下腹骨钩 和胯的这个位置 腹骨钩是长在身体的前侧 是在前平面的位置上 所以它产生前后的动力 但是髋关节它是长在左右的 那在左右的位置上 它不为移动做服务 我这样说能听懂吗 两边的力量 它是为左右做服务的 前后的力量 它是产生前后移动力的 这样说能理解 能理解 所以当我要产生一个 某一个旋转力的时候 我两侧的髋关节 左右两边的胯 它是需要产生一个力点的 但是这个力点跟我们足早点不同 跟我们的足早点不同 足早点是身体往哪里转 我的脚下的力量向同向方向 去跟地板产生一个凝转力 这个是同向方向 但是我们的髋关节 大家一定要记得 髋关节它的发力点 它的旋转的发力点 是和旋转方向相反的 你们要掌握到这个规律 可能对你的旋转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当我的身体要开始产生一个 右转的关系的时候 产生右转关系的时候 我不能用哪里 不能用右侧同向方向的髋关节 去带转 我这样说能明白吗 就是当我产生右转的时候 如果我用右侧的胯 去发力旋转 这个力是反的 这个力是反的 当你的力是反的时候 它的速度就会减弱 它的整个力度都会往外扩 它没有办法在一个集中的轴上面产生加速度 这样能听懂吗 所以什么叫相反 就是当我的身体产生右转系列的时候 我需要产生力点的是哪里 是我的左胯 我再说一次 右转是左胯发力转 那同样 当我要产生左转关系的时候 我是用哪里 是用右胯的发力点 这个你们要搞清楚 它跟足早点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要产生右转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左胯的位置 不管我的重心在哪一个脚上 这个左侧 旁侧就是突出来那根骨骼 宽关节的这个位置 你看我在旋转的时候 这个宽关节的位置要带动 随着你的脚的旋转 要带动身体方向产生旋转度 那同样 左转是用哪里 是用右胯的位置 你们不要说我左转的时候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些 简单的一些练习方法 但是你们先听懂 你先要把我说的一些原理听懂 然后你要去尝试 试完以后再把它这些规律 归于你的组合里 再把这些东西带入到你的组合里去使用 那你的舞蹈的质感就不一样了 舞蹈的质感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我产生左转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左转 我左脚去转 我的左胯去转 你越转越转不动 因为它产生了旋转的阻力 同向方向的引导 跨和同向方向的引导 它产生的是阻力关系 只有当我的旋转在左侧 我用另外一侧反向方向的宽关节 去产生力点的时候 它的力和速度才是集中的 你才能产生最快的一个移动值和旋转度 我看到了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脑袋啊 我们把这个脑袋先拿走 我们看这个后背啊 这个后背那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能是我们围骨的位置 我们会以肋骨作为分界线啊 从前侧的肋骨作为一个分界线 肋骨以上的部位 我们称之为上半身啊 就是我们说的整个肋骨在这个位置 一切二 肋骨以上的后背 我们称之为上后背位置 那肋骨以下前后肋骨是对应的啊 前后的整个肋骨的高度是对应的 肋骨到我们的整个宽关节的位置 我们称之为下半段的后背啊 所以后背它整个后背 比如说是一个方块的话 我们要把它切分成四格 我这样说能理解吗 一个方块像一个电视机一样 那我们以肋骨的这个整个高度 作为水平线 我一切二分成上下两段 再以脊柱为中间线再切一刀 我分成了四个部位啊 像一个月饼啊 今天因为是中秋节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把一个月饼切成了四块 那A和B的这两块 我们称之为上后背 那C和D的位置 我们称之为下后背 那下后背的位置 主要产生能量的移动 上后背的位置 产生整个身体的旋转 这样能听懂吗 A和B的位置 它主要辅助于你旋转 那C和D的位置 让你产生移动的能量 前后的能量啊 这样能听懂吗 所以我刚才说的 上后背指的是 A和B的这两块 A和B的两块 因为我穿着衣服 你们可能看不清楚 我用说的应该 你就以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我带腰带的这个位置 一切二 然后再以脊柱的位置 一切二 我称之为左侧的上后背 和右侧的上后背 你把大概知道 就是腹着在肩胛骨 那一个周围的整个部位 我们称之为左侧的上后背 和右侧的上后背 但是我简略的说的时候 我就说后背 后背是产生旋转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最重要的一个部位 那后背的位置怎么用 它跟宽关节的方向是一致的 它跟宽关节的方向是一致的 当我的身体产生右转动力的时候 我是哪个部位 哪一个上后背的部位在产生发力点 来打字告诉我 很好 如果你要把它说全的话 叫右转系列 是左侧的上后背 右转系列是左侧的上后背 成为一个发力点 那同样左转系列 它是什么 这个背的位置 是我们的右侧的上后背 如果你要具体的这样子去说的话 你可以说的很明白 但是我们如果是简略的说 就是后背 所以你们三个位置 一个是足 一个是胯 一个是背 这三个位置是让你产生旋转 和产生旋转加速度的 三个利点产生的位置 利点产生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整理一下 足早点的位置跟旋转方向 你右脚向右转 左脚向左转 它跟你的整个旋转方向是一致的 我再说一下 身体向右转 脚也向右转 左胯向右转 以及左后背向右转 这样理清楚了吗 这样理清楚了吗 左转系列 左转系列 我们是什么 左部向左转 右胯向左转 以及右后背向左转 这样你整清楚了吧 所以足早点是同向方向 宽关节 和你的后背运用的那个发力点 都是另外一个反向方向 当然你说我在旋转的时候 你说我只用一边后背转 我另外一边不用转的吗 当然不用转 利点是什么意思 利点就是它不能用右胯的位置 和右肩的位置产生拉力 而我需要用左胯和左后背的力量 运用产生推力 那推跟拉 它都是一个动词 它做出来的行为 它其实你看啊 我站在右脚中心上 我先产生右转的力量 第一种 我用右脚向右转 右胯向右转 右肩也向右转 你看一下我身体的旋转 你看一下 我也能产生这样的速度 但是我整个人的力量 是被拉出去的 拉产生什么 拉产生离行力 你这样再听一下 如果我用右手去甩 右胯去甩的话 我产生的是离行力 我的人是往外圈走的 我的人是往外圈走的 你再看我做第二种 我的右脚在转 我的左胯在转 我的左后背在转 那我的右胯和右后背做什么 做等待 你说我左胯在走的时候 我右胯当然是一起在走 他不能说我折一折 像书本一样 我把这个胯折过去 那我变成妖怪了 不是这样 是力点发力点 就是我上次说了一个玩具 它的开关在哪里 当然你这个开关开完以后 它的身体像那个什么 芭蕾公主一样 像音乐盒一样 你开关一开 它整个人都在跳舞 当然那个开关的那个位置 是我们产生力点位置的一个最强的一个力量 力量源头 力量源头 你再看一下 我在右转的时候 我右脚转 左胯转 左后背转 它产生的是什么 它产生的是一个集中的力量 它产生的一个是一个集中的力量 那两个人在跳舞的时候 你说老师 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我们老师教我们是要产生离心力的呀 我们两个人是要产生离心力去旋转的呀 那你为什么说旋转的时候 你现在不需要离心力了 你要需要其中的力量 这个你们去理解一下 离心力不是通过旋转产生的 是通过空间产生的 而我们的空间只存在在我们身体的上半部位 这个我在之前的课程中 已经跟大家说过五半空间是什么 五半空间是怎么一层一层去打开的 你要知道我的旋转有欠缺 我的旋转能力不是那么好 怎么办 练去 练旋转 旋转怎么练 就叫我刚刚教你的方法练就好 所以第一个是压转 第二个是平转 那第三个我们在高位旋转的时候 我们的脚啊 它是需要一个升起的 那升起的时候 我的脚掌对地板的力量 它不是压了 它是推 所以高位我再说一下 如果我产生一个右转的力量 我整个右脚的脚掌 它是产生一个推力 然后让我去产生一个旋转 所以在旋转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伸起来 不是我要伸起来转 你要想到你要伸这件事情 你必然转不起来 比如说我做双左旋转 那男生说 我第一步行进以后 第二步我的右脚前进 我要产生一个旋转 我想我要伸起来 他扔不动了 因为这个惯性不对 我不是要想他要伸起来 不是要把脚后跟抬起来 你做的这个行为 就无非告诉我 我要定死在这里 而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的是 你的右脚的脚掌 在你前进那一步的时候 这个脚是什么 推地板 然后在推地板的同时 产生什么 左转的惯性 一推一转 然后用右胯壳 右后背 一带 它很轻松就能落下来 它很轻松就能落下来 女生的双左旋转也是一样的 我完成脚跟转 脚跟转是一个后跟旋转 那后跟旋转用的是什么 是我们第二种的旋转方式 是平行的旋转 所以双左旋转 在女生的后退的脚跟转上 它是不下降的 也不上身 它是一个平转 所以运用到的是第二种方式 脚不要去踩地板 平伏着转就好了 那女生的第二步 它是我对着你们 第二步是右脚行进 它是一个脚掌转 那你不要去想 我要把脚掌伸起来 那你就不转了 看到吗 我脚掌只要一力 我好像就不转了 而我想的是什么 我要让左脚主力腿的位置 推地板 我要让左脚推完 然后产生一个推凝转 然后落下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你只要去理解 我说的那个点就可以了 右旋转它的步伐是不一样的 是右脚降左脚伸 那你只要运用不同 我给你的规律 伸的时候用什么 用推力旋转 降的时候用什么 用踩地力旋转 不是一套就套上去了 一套就套上去了 如果你是男生的右旋转 你很清楚 右脚是什么 是推转 左脚是什么 压转 那你就每一次都去想什么 推转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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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搞清楚了 那你说右旋转 哪里发力 右下脚步的每一步的右旋 左侧的宽和后背的旋转力 你就不是完事了吗 就是连续又旋转是最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的技术是重复的 你就一直转 一直转 一直转 那如果你是一个女生 那你的左脚是高位的旋转 那左脚它伸起来是一个什么 推地板的旋转 那右脚是什么 低位的什么 压地板的旋转 那你每一步就去想 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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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完事了 只是你需要控制的是 升降的辅 旋转分几种 在整个身体的旋转中 我们一共有三种旋转方式 三种旋转方式 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是低位旋转 第二种是在平面上旋转 在平面上旋转 这个是第二种旋转方式 第三种旋转方式是什么 是一个高位 你升起来以后 在脚掌的位置上产生旋转度 是三种旋转 它称之为旋转方式 那我们在摩登5的任何步伐里 你只要学会这三种旋转 然后套用在你不同的步伐需求里 你就OK了 你所有的跟旋转有关系的动作 你都OK了 都OK了 那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先举一个低位的例子 低位的例子 Tango所有的旋转 它都称之为什么 低位旋转 那这个低位旋转 为什么它有低中高之分 除了它的升降 人的高度有一些变化以外 它有什么区别 大家这个要理解一下 那这个区别跟什么有关 跟你对地板的力量有关 你对地板的力量有关 我们先来说低位旋转 那低位旋转 比如说我站在左脚中心上 我要产生一个左转的动力 它低位旋转是什么 是一边下降 一边旋转的意义 这个叫低位旋转 那低位旋转的主力腿 就是你的足蹈点 跟地板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它是一个把身体的重力 交给地板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你是在踩地板旋转 如果我在左脚的整个重力上 它的整个重力是什么 是去把我的重力踩到那个脚的地板上 产生低位旋转点 所以当我产生左转的时候 我需要去思考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左脚的整个拳脚的位置 是否去踩地板 这是第一件事情 踩地板 然后产生同向方向的凝转 这是第一件你要去思考的事情 不是你扶着转 是一边踩 一边转你的脚 这是第一个你要去思考的 第二个你要去想 当我在第一位旋转的时候 我的右侧的髋关节 要去向左侧做一个发力 要去做一个发力 你可以理解成有人 拉着你的右胯 牵着你的右胯 往左侧去拎着转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第三是什么 是你的右侧上方的这个后背的力量 要去帮助自己的髋关节 产生叠加速度 叠加速度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单用胯转 和胯和后背一起转 它的速度是不一样 因为它是叠加的力量感 叠加的力量感 某武导是要学一些力学原理的 它不能说我就一个大空壳 我就能跳了 它需要有一些别的知识的一些辅助 所以当我产生低位旋转的时候 我会产生什么 拧转 踩地板 跨发力 后背发力 我同时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可以产生很高速的一个旋转 比如说我们做Tangle的五块步 那男生左脚前进的第一步 你这个左脚产生前进的第一步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左转系列的低位旋转 我要做什么 踩转 要去做什么 右胯发力 再要去做什么 右后背发力 那你就会产生一个非常轻松 非常快速 非常集中的一个力量点 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 我只是大概给大家去整理一下 那女生如果做五块步 那女生是一个左转型 但是你的左转型在右脚中心上 我说的这个左早点的旋转 你要根据主力推来 你哪个脚站立在地上 你就向哪个方向去做旋转 那女生的五块步 它是右脚后退作为第一步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是 我现在的右脚要去做什么 要去做踩地板 要去把重力交给地板 在踩的同时我要产生左转 脚要一边踩一边左转 那一样左转系列是什么 右快 和什么 右后背的力点 让这三件事情同时做 然后在你后退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产生这个左脚拧转 右胯转 右或背转 and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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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你就会产生一个低位的旋转速度 所以你们可以 我每一个方式 我举一个步伐的例子 当然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打出你有困惑的步伐 我看有没有合适讲的 我也可以去讲 因为对我来说跳啥都一样 都是都一样 所以你问什么步伐 对我来说 我都是一样讲解 所以你如果对某一个步伐 特别有困惑 低位我不讲了 低位我已经讲过了 我举个例子 tango的所有的旋转 它都是在一个低位旋转 包括我们的link 包括我们的link 你的这个左脚向右侧旋转的拧转力 然后左侧髋关节和左后背向右的力量 可以产生你的身体的一个加速度 女生是也是一样 左脚的拧转 左胯的拧转 左后背的拧转 也能产生一个什么 把重心交给地板 然后产生脚 胯 后背同时的一个加速度 这个低位我不再说 平面上的旋转 它没有任何 它没有伸 它也不是蹲着转 它是一个在平面上的旋转 那平面上的旋转 它只需要什么 把整个身体的重量交给地板 然后产生脚下的旋转 跨的旋转和身体的旋转就好了 那比如说我做一个 维也纳的左侧的人地转 那你需要去做的是什么 每一步的脚趾尖 它只需要去旋转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去踩 也不需要去伸 它需要把两个脚平伏在地上 产生凝转就可以了 它只要转 它不要去压转 这个压转是产生低位旋转 平转是产生平行旋转 所以我的原地转 如果我都是左 我也纳的原地转 都是左转的话 我的每一步的脚趾尖 都需要平伏着向左侧旋转 我的每一步右侧的宽关节都在向左转 我每一步的右后背都在向左转 那你们特别注意在左转 比如说我做原地转 或者是左转连续高速旋转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左后背去转 千万不要用左胯打开去转 这个是拉力 这个是让两个人的身体越来越远的拉力 而我要的旋转是集中力 集中力才能产生上升空间的离行力 你所有的力量都是向后伞的 两个人是分开的 我得有集中的倚靠力 再产生上空间的整个离行力 两个人才能咬得住 又有空间的美感 又有两个人身体合作的一个摩登舞的特点 有对抗的力量 所以左侧的旋转 看原地转的时候 全部用哪里 上升全部用右后背 右后背在推动 那你就可以产生一个高速的旋转 它就可以变成 1 2 3 4 5 6 它就可以产生一个快速的一个旋转量 这个我是 右转是一样的 右转是所有的每一步的脚趾间都向右转 那我是左宽关节和左后背的发力 都是左侧的身体的发力 都是左侧身体的发力 你们去运用的时候 一定从最简单的步伐开始用 比如说我跳花儿子舞的右转步 那我需要学习什么 脚趾间的方向都向右 然后上升是左胯和左后背用力 去找一下这个感觉 然后你再去初步 去找到那个身体的整个动力的意识 那左转步是一样的 不要去想我左边在转 我左边没有转 我左边就是在行进 但是我的脚趾间的方向 每一步都感觉向左要去转动 但是我的身体的力点在哪里 在右胯和右后背上 你就能产生身体的一个旋转的速度和平衡感 我们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身体产生平衡感 而不是让自己失去中心去做 这个是我说的是第二个 平复的旋转 高位旋转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身体整个人是在脚掌的位置上 在脚掌的位置上产生旋转 这个叫高位旋转 所以比如说我们做男生的双左旋转 男生的双左旋转 那男生的双左旋转是第二步的旋转力 所以大家先 我们先不说这个步伐 大家先理解一下 高位的旋转 刚才低位旋转 我说什么 是踩地板 是把重心交给地板 在低位的位置上产生旋转 你们回家是可以去练习的 怎么练 每一次旋转 转一周 比如说我现在是看到镜头的 我练第一种 压地板 压地板 压地板转 转完你还得停在你原来的位置上 当然你说你开始不行怎么办 先做半圈 再做半圈 然后当你产生这个旋转动力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力量 你至少要旋转两圈 然后让他停下来 这个是去练习旋转的一个方式 你有没有看到过芭蕾舞的演员 他做Foyday的时候 他可以转十几二十圈 他一直在那转 你说我怎么样去掌握到身体的整个平衡 我就要很清楚脚往哪转 哪侧身体在发力 怎么样掌握到平衡 你就可以无限去旋转 除了头晕以外 头晕你转两年你也不晕了 所以它是一个练习的一个方式 你要知道我的旋转有欠缺 我的旋转能力不是那么好 怎么办 练去 练旋转 旋转怎么练 就叫我刚刚教你的方法练就好 所以第一个是压转 第二个是平转 那第三个我们在高位旋转的时候 我们的脚啊 它是需要一个升起的 那升起的时候 我的脚掌对地板的力量 它不是压了 它是推 所以高位我再说一下 如果我产生一个右转的力量 我整个右脚的脚掌 它是产生一个推力 然后让我去产生一个旋转 所以在旋转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升起来 不是我要升起来转 你要想到你要升这件事情 你必然转不起来 比如说我做双手旋转 男生说我第一步行进以后 第二步我的右脚前进 我要产生一个旋转 我想我要升起来 他扔不动了 因为这个惯性不对 我不是要想他要升起来 不是要把脚后跟抬起来 你做的这个行为 就无非告诉我 我要定死在这里 而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的是 你的右脚的脚掌 在你前进那一步的时候 这个脚是什么 推地板 然后在推地板的同时 产生什么 左转的惯性 一推一转 然后用右胯壳 右后背一带 他很轻松就能落下来 他很轻松就能落下来 女生的双左旋转也是一样的 我完成脚跟转 脚跟转是一个后跟旋转 那后跟旋转用的是什么 是我们第二种的旋转方式 是平行的旋转 所以双左旋转在女生的后退的脚跟转上 它是不下降的 也不上升 它是一个平转 所以运用到的是第二种方式 脚不要去踩地板 平伏着转就好了